今天我将向大家介绍一种 在斯科信条英灵电中 最新的刷碳块 镊块 以及污块的方法 并且这种方法 也可以使人物快速的升级 那这种方式的前提 是解锁其中的一个技能 在这里 尸爆陷阱 在一具尸体上布置陷阱 对任何调查它的人造成伤害 那么应该只需要 花不到20点的技能点 就可以从头开始学习这个技能 所以如果想要使用此方法 升级人物等级的话 也至少需要18级 首先是碳块的地方 在这里见乔骏的瓦尔登 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发现 这里其实是一个不信任区域 然后我们可以 四处扫描一下 然后发现里面有大概 10个20几个标红的人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头上 有一个小黄点 那么我们第一步就需要先把所有的红色的人都盖屎 但是需要确保这个小黄点是最后一个杀死的人 如果特别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敌人 也不用管他 只需要确保在你盖死他的时候 附近没有警觉的敌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在他身上设置陷阱 然后我们需要把他扛起来 然后向空中撇出去 再用近战 把他的尸体轻轻地戳一下 他就变成了血红色的天女散花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存档 再堵档 然后这个人又复活了 我们只需要敲摸地走回去 暗杀他 就可以获得675经验值 以及 目前来看右边的这些显示的东西都是bug所示 以及一个碳框 好的 那么暗杀他之后 我们需要继续的设置陷阱 然后把他扛起来 然后要把他抛到空中 然后近战 给他来个尸体烟花 然后我们保存 再读取 就可以无限制的 给他做烟花了 又是675经验值 好的 这就是碳框的来源 获得涅框的方法 就是在林肯军的这里 在这个叉的地方 有一个被重兵把守的房子 然后会有几个巡逻的人 远处还会有一个弓箭手在那边 同样的 其中有一个带金球的人 我们需要先把其他的这些守卫权解决掉 包括远处那一个弓箭手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带金球的人给解决掉 好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那块 同样的 我们需要在他的身 这个尸体上面设置一个陷阱 然后把他扛起来 铁刀空中 用近战 哎呀 铁刀空中 哎 好的 然后保存 再读取 如果你是因为在战斗区内无法保存的话呢 稍微离房子远一点就可以保存了 然后出来发现 哎 就剩这一个官兵了 直接暗杀 哎呀 哎 什么意思啊 明明可以暗杀成功的 出一个小问题啊 不算大问题 然后就可以刷捏块 同样的给了一个太快 但是太快不是特别值钱 也就不值一提 同样的 设置陷阱 扛起 然后 抛到空中 近战打击 然后保存 读取 这一次呢 他是在房子里边 是在房子里边吗 没错 好 升级了 又获得了 捏块 太快 以及54块钱啊 也是一个刷钱的 好方法 不快的地方 在约克郡 约克郡的 戴尔顿 这是一个小村落啊 不过这个村落 有点让人不爽的是 整个地方都是一个所谓的管制区 然后我们需要还是一样的 需要先把这些人呢给清一清 就剩最后这一个人了 好 然后我们 设置陷阱 扛起 不得物快 太快啊 然后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并不能 在这里保存 然后我们需要多走两步 离开镇子的范围 然后 再保存 虚微的 比前两个材料的获取方式呢 多了这一个步骤 不过 也就仅此而已 哎 然后我们醉醺醺的 重生在了这一个 小村庄的 这个门口 然后我们只需要找到 那一个 头上戴金光的 这一个人就可以了 应该就是这一个人 我们只需要 从他的身后过来 然后暗杀掉他 然后就可以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